近日 澳门轻轨档载线与横琴线车站连接通道工程竣工 澳门公共建设局网站显示 工程已临时接收 该通道连接横琴线HE一站和档载线莲花站 建成后可实现同层两线转程 澳门轻轨延伸横琴线项目是秦澳重点跨境民生工程 于2021年3月18号正式动工 项目主体建筑由高架桥 河底隧道及两个车站组成 以河底隧道方式穿过十字门水道进入横琴 最终止于横琴口岸 走线全长约2.2公里 其中隧道段约900米 目前项目的土木工程已基本完成 测试列车已驶入横琴线 并已开展了相关的系统及列车测试工作 据了解 澳门轻轨延伸横琴线项目 计划于今年10月完成验收及测试运营 届时将为秦澳两地居民创造舒适便捷的跨境出行环境 助力澳门尽快融入湾区一小时生活圈